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 听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随着咱们刚刚写过的例子 对吧 图形计算器 那么咱们基本上结束了面向对象的语法 当然了 还有一些跟面向对象有关的 或者是类有关的和对象有关的处理函数 以及一些模式方法 这就可稍稍了解一下 然后还有一部分内容咱们需要了解就是什么呢 在PPSP5.3的时候 加了一些名字空间的一些内容 咱们也需要在这个地方介绍给大家 好吧 那现在咱们是收尾阶段 那大家看一下 在手册里边我们来找一下什么呢 和面向对象有关的那些模速方法有哪些 不是模速方法 模速方法都讲过了对不对 模速常量 看一下啊 比如说咱找一下语言参考 找一下常量 常量里边有模速常量 在这个模速常量里边 咱们前边虽然也介绍过模速常量 但是有一些呢 是跟类有关的 对吧 比如说杠杠class 杠杠这个 还有呢 和咱们后边要讲的名字空间有关的 模速常量 那这两个什么作用呢 你看啊 自PPSP5 一起常量返回类的名字 对不对 然后区分大小写 也就是我们先随便做一个练习 看一下就可以了 比如说test.pt 来 我们在这里边定义一个类 比如说叫class demo 一个类对不对 里边有个方法叫做test方法 在这个方法里边 你看我输出什么呢 杠杠 class 杠杠 看到这个了吗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是什么值 创建一个D的对象 等于new demo 然后调一下D里边的方法test 看一下 返回的类名 这是demo是类名吧 对不对 咱们经常会在程序里边 用到这个模速方法 就是模 总说模速方法 模速常量 对不对 lockhost test.pt 看是不是类名 demo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 比如说一些回调处理 把本类名传递 什么什么回去 比如说 这里边我们需要一个函数 回调这里边的hello的方法 对不对 回调对象 hello的方法 我们就需要 假如说有一个 回调函数 咱们就比如说 过滤吧 A-R-A-Y 下方线 F-I-R-T-R 对吧 传一个数组 然后用一个回调函数 对不对 那回调函数 我们就可以写类里边的 就直接干个干 什么 C-R-A-S-S 是把本类传进去 然后本类里边的哪个方法 hello方法 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用这个 去对这个数据进行过 别扭计 所以传类名的话 这个相当于 它虽然是长量 但是它是魔素长量 会根据你的内的不同 这个长量指尔不同 这才是像一种变魔素的感觉 对不对 但是它只是 您是说一下这个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有一个魔素长量 跟这个有关的谁啊 方法 对不对 这个呢 你写在哪个方法里边 就代表哪个方法名 对 看一下 输出 什么呢 杠杠M-E-T-H-O-D 杠杠 我们来看一下输出的 现在是在太子方法里边 是不是呆目里的太子方法里边 是不是就有了 所以这也是经常用到的魔素长量 咱们这里边跟大家介绍一下 还有 在手车里边我们可以找一下 比如说 这个函数参考里边 与变量和扩展有关的里边 我们看类和对象的 类和对象有关的函数 是不是有这么多 对吧 那这些呢都可以处理类和对象 上面两个这里边已经标记了什么 对 你废弃了 咱就不看了 对不对 其他的咱们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 类的别名 看到了吗 这里边我就不一给大家做实验了 因为不像咱们数组和字幕串 Fo起个别名叫做BR看到了吗 然后这话 NUFO和NUBR A和B相当于同样的一个类的对象 对吧 全等的时候是不等的 但是其他的A属不属于FoO A属不属于BR 别名关系 可能属于 对不对 B属于FoO B属于BR 也都属于 就是给类做个别名用的 用起来是不是很简单 然后 这个判断一个类是否存在的 咱们经常一般在用类之前 如果类不存在 你创建这个类的对象 就会怎么的 是不是就会报错 所以咱们用之前 先干嘛 判断一下 检测一下这个类存不存在 如果存在的话 咱们得创建一个对象 就比如说咱们上一节课 做图形计算器 对不对 咱们可以判断一下 传过来 参数的类存在 存在的话 创建对象 不存在 咱可以说 你参数写错了之类的 跟这也没对应上 是不是 只有存在的那可以用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 这个是 看一下 最后一个静态的绑定的类名 对不对 看下这例子 什么意思呢 看一下 一个类里边 一个静态方法里边 对不对 直接打印这个方法 那我们在这块又有一个类 是它的子类 对不对 我们打印的时候 子类里边是会掉的这方法 那这个方法里边 是用哪个类 掉的这个方法 哪个静态方法 那这个静态方法里 这个方法 就会返回哪个类的 类名 是这个作用的 对吧 用途也不大 了解几个 这个经常用 反悔用类 什么类的方法名 所成的数据 对不对 如果我想知道 如果我想知道 这个类里边 一共有多少个方法 对不对 然后用一些字符算 进行处理的话 是不是得把类方法名 全反回来 用这个就可以 比如类里边 看这例子 类里边声明了 有三个方法 方法名分别叫做 MyClass 还有什么 MyFUNC1 MyFUNC2 对吧 然后得到 MyClass 这个类里边的方法 你看 返回了 是不是这三个方法 看到了吗 这个数据 对不对 大家可以了解这 那既然有返回 一个类中的 全部方法 有没有可以 获取到一个类中的 全部成员属性 因为类中 除了成员属性 成员方法 对不对 那我们用这个方法 看一下 这个类里边有这么四个属性 对吧 然后我在这块 通过这个 拥完对象之后 用这个获取 对吧 这个里边存的是类名 听懂吗 一会咱们会叫这个类 好吧 这个 这个函数啊 一会介绍 MyGateClass 这个函数 那就获取到了所有的属性 但是谁没获取到 这里边 私有的没有获取到 对不对 是不是私有没有获取到 公有都可以获取到 因为私有的外边就根本不要得到 对吧 看GateClass 就是返回对象的类名 对不对 咱们想知道这个对象 它对应的是哪个类 它的类名是哪个 只要在这里边传出对象 就会返回这个类的 这个对象的 由哪个类创建的 它的类的类名 比如说 这是一个类 类名是FOO 对不对 创建完对象之后 这个 然后咱们可以获取到 这个对象的类名 应该什么 是不是FOO 对吧 然后这个方法呢 是返回 由一定一类的名字 所组成的数据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把这个拿过来 我写个程序吧 这块 比如上面是有代目的 对不对 我直接普通 这样 我就能返回 这个脚本里边 能访问到的所有的类 能访问到的所有的类 那现在你看一下 我所有的类 这里边不就一个类吗 系统默认给我们提供了好多类 都能给我们返回来 所以我们看一下 看这么多 包括我们自己写的代目 对不对 上面这些类都是系统默认 我们能直接 不用声明 直接就可以拥有的对象了 比如说这里边好多 后边咱们学的 比如说像DOM的 对吧 PDO的 看到了 这些东西呢 咱们后边异常的 对不对 后边咱们都不用到 还有Date Time之类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直接一用这个类就可以了 不用自己声明 系统默挺好的 好 提供已经能直接使用的类 你就不用声明了 对不对 直接写就可以了 那跟他有个对应的方法 是哪个呢 看这个 返回一个速度 包含所有已声明的接口 对不对 刚才能返回的是系统默认的 所有类 如果一定要用这个的话 就可以返回系统里边 所有自己声明的 能访问到的 和系统默认的 对不对 接口 看一下系统里边有没有呢 关心你这样 这里边是系统默认 给我们提供好的接口 对吧 就这么多 当然了 不一定说看到这么多 有一些扩展 不知道能扩展能被开启 有些类是对应某些扩展你的 因为只有开启它的存在 不开启 那扩展用不了 你就默认就获取不到 就知道吧 这个返回由对象 属性组成的关联数组 也就是把对象转成关联数 因为对象的属性转成关联数 的话就是数组元素的下标 就知道吧 看一下 然后直接看实例就像 你看这有个x和y 还有个level 对吧 是不是三个传属性了 如果把它转成数组之后 就变成什么了 x y level 看到了吗 是不是 就变成关联数的下标了 这个返回对象或类的负类名 自己类名咱们前面有办法返回来 对不对 负类名怎么反回来 就使用这个 看到了 这都比较简单 用途太多的 前面有一个是判断类是否存在 是不是得检测类的 这是检测一个接口是否存在 对不对 Az这个经常说谁属于谁对不对 这个现在应该已经被废弃了 因为咱们经常会用什么来代替 对不对 咱前面是有一个关键字对不对 就运算服用intense off 对不对 你看这块 该函数已经废弃 自批批无器 使用intense off 这个 这个咱们讲过了吧 这个关键字 来检测 跟它作用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是 如果此对象是该类的子类的反卫症 那判断什么 这个对象是该类的子类的 对不对 前面有判断是不是属于该类的 这是不是属于该类子类的 这判断一个类种方法是否存在的 下面检测对象和类是否具有 该属性对不对 一个是判断类种有没有什么该方法 一个判断类种有没有该属性 都是跟咱们类和对象相关的一些处理 还说 大家不用说全把它背下来 你先看你一下 像我给大家捋的一样 捋下来一下 一遍一样 你知道有什么功能就可以了 以后你要开发的时候 涉及到用到这个功能 再回去找就可以了 对不对 不要说系统会提供自己写 比如说随便一个 你自己写是写出来的这些函数 比如说你自己想写出来 一个类中的所有的方法 你都列出来 是不是或许不到 但是这里边是不是就有一个材料给你提供 你看 得到类中的所有的方法 形成一个数据 直接就可以了 所以在开发 先知道什么功能 在开发的时候回来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让大家简单的了解一下 在P2P里边提供的数据和对象的处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